會覺得比較好順 兩好三壞的情況下 這個球潘武雄 是砍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右外索後退 後退出去了 潘武雄快點炸裂 這種比賽在五局的下半 敲出了一支兩分打點的拳雷打 潘武雄今年球季 個人第二支的拳雷打 而且今年兩支 拳雷打前面一支呢 是敲了林家瑋 另外第二支 在今天出爐了 是敲了兄弟相對的李金木 這支兩分打點初回合 現在又讓同一師隊 7比6分的領先 右外野方向的兩分打點 拳雷打一口氣 是幫助球隊打下了兩分 鐵雷上的陳庸基也被送回本壘 攻下了球隊的第六分 第七分也進帳 現在是7比1 雙方6分的差距 偏低的 又打到中外野 比較深遠的地方 我們可以注意看 這個是打到偏高了 又打到右外野的方向 所以兩個的 飛行的距離就完全不一樣 是 潘武雄在昨天的比賽啊 是對上拉米歐Monkeys呢 擔場兩區的安打 兩分的打